截至7月底,标普指数终于重返正数,在今年的过山车市况,又多一元猛张上水面。 环球指数当中,美股三大指数,只有道指仍然潜水,纳指已升近两成,标普未升百分之一。 内地几个指数,最落后的上证,都在7月月结时上水了,升百分之九,至于恒指,今年仍跌百分之十二。 在环球来说不算最差,但肯定港不上好。 本港传媒很喜欢以道指升跌为指标,但实情是在专业市场,大家只会看标普及纳指。 如果以其指的活跃程度,就是标普及纳指100E Mini最有代表性。 道指今年的表现令人失望。 来到7月底仍跌百分之七,30只成分股有23只下跌。 三大升幅股是苹果,微软及Home Depot,分别升百分之四十四,百分之三十及百分之二十二,跌得最金是波音,跌百分之五十二。 其次是挨克森美股,跌百分之四十,日后美股点走,清兵看不通,但道指相信仍然会落后。 因为苹果上周业绩后宣布将股份一拆四,由四百多元变回百多元。 对公司股值未必有大影响,但对道指就是打了一个重拳。 由于道指的计算方法是以股价加拳。 股价越高比重越大,苹果现时占道指约百分之十比重,日后拆小,比重又变回百分之二点五左右。 八月底生效,考第一名的日后无得发挥,看怕道指纸会变得更无用。 上证指数是本港股民最关心的A股指标,但近年的市场焦点,已经去完户深300指数。 当然都是代表性问题啦。 随着深圳成份股越来越受重视,上证已经不能独大。 再者,上证仍然用股佬的全市值而非流通市值作计算。 在环球主要指数是二类。 大家都知国内上市公司非流通股份巨大。 你连哪些股都用市价去计。 可想而知没什么代表性。 上月上证仍然来小改革。 其一是将科创版股份纳入。 但比重仍然低,要将古老石山推动。 尤其是金融股,相信都要极废气力。 八月行纸贵减可算是近十年最重要的改动。 三只W股阿里巴巴9988,美团3690及小米1810。 究竟是纳入两只还是三只呢? 若三者同时纳入。 比重将会是5%。 5%及若1.7%。 而被踢出的成分股。 如以比重为考虑因素。 最低的三位是太股A019。 联通762及长建1038。 但公用股在行指内只得4只。 再踢长建就只得3只。 所以比重排美4的信和083都有危机。 这亦可能是自2005年以来。 首次有本地地产股被剔除。 意义重大。 无论中港美指数如何变。 但绝不会影响公司的质地。 苹果拆势减比重。 W股纳入行指。 都只是一些短期影响。 业绩仍是推动股价的催化剂。 条数是不行。 最后都难滴地心吸力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